旅行模式 有人喜歡趕行程 有人喜歡放慢腳步 享受慢活 Miko今天就說要走遍大街小巷 帶出澳門最具人氣的小食 以及少女心爆棚的打卡咖啡 一早就跟人逼 在澳門就有一個很常見的現狀 到假日的時候就會大排長龍 這就是澳門的排隊文化 就像這間店鋪 中午十二點開店 我們十一點多就開始 已經大排長龍了 那特地來這邊 就是試試花落奶杯子 以及一些烘焙的麵包 在網上已經很多人推薦過了 讓我來試試好不好吃 謝謝 謝謝 排了這麼久 終於買到了 好邪惡 試試看 它裡面是奶落 因為之前我只看過照片 我還以為是葡萄鑊 它這邊是酥皮 它裡面是奶落 吃起來有一點冷 你不要看它這樣流心 但也不會太難 這個是有點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平時我是不太喜歡吃太甜的 這個吃下去是我喜歡的 吃完之後 我終於明白它們為何會排長這麼久 都要買到它了 是值得一試的 無形我失望 但是我只有一個圍 它裡面還有很多酥皮麵包 你們吃了跟我說不好吃 我就先吃完它 IQ博士有天神村 而澳門也有天神巷 這條街就是有客人來到 一定要來的 剛好這個鐘數就是方飯時間 所以你們會看到很多學生 來這邊找東西吃 為什麼呢 因為又便宜又多選擇 他們這裡吃一點 那裡吃一點 就很開心 而我今天來到 就是要找我在網上找到 一間很好吃的雞蛋仔 但不知道在哪裡呢 天神巷 一條160米長的小街 在正大街巴士站 附近又有幾間學校 所以日頭非常熱鬧 成為年輕人的聚集地 Miko也被這裡有趣的小店吸引 看到這條人龍 人氣雞蛋仔店 就在這裡了 Hello 你好 你好 我要一個葡萄 然後一個心願比利時芝菇力塔 澳門的排隊文化最高境界 不是賣那一刻 而是等那個過程 就像這間店 如果你沒有時先預訂的話 就要像我一樣 等過半小時了 不要緊 這個時候我就打卡 看他們吃 過半小時之後 他們也看回我吃 新鮮管熱的雞蛋仔 我買了三個味道 這個是心態怨朱古力 鹹蛋黃 還有這個是一定要點的 葡萄雞蛋仔 寶寶 你幫我拿著 好熱啊 這個是來一定要試的了 裡面是葡萄底 然後放在雞蛋仔裡面 試試看 你看 裡面是有個葡萄蛋漿的 試試看 好吃 而且很有澳門特色 好像在吃葡萄蛋的雞蛋仔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賣 寶寶 我想吃一下朱古力 你要吃沒有 你看我吃就夠了 好甜 他的心態怨朱古力 我覺得如果沒有什麼 喜歡吃甜的朋友 絕對可以點 因為他真的不甜 但朱古力味很重 鹹蛋黃 我真的要試 我沒想到 鹹蛋黃和雞蛋仔 是這麼合的 一鹹一甜 兩個合起來 有一種獨特的魔力 會令一口接一口 你想試一下嗎 澳門真的有很多打卡小吃 吃完葡萄雞蛋仔 走回去大三巴附近 又有一間拿過米芝蓮街頭小吃的 意大利手拉雪糕專門店 每日新鮮製造 以健康、低脂和創意為賣點 很多口味 看到我眼花瞭瞭 這邊差不多有二十多種 二色雪糕 每一款都很想吃 嘗嘗我們的烤牌 檸檬車路 這個 那我們就要這個檸檬車路 要 士多啤梨芝士 是 摩卡咖啡 還有這個黑芒果 這些全部都是低脂健康的 所以我就可以選多點來吃 甜品是另外一個位置 是不是 你會幫我吃的 我知道 好,來吃 好,去外面吃 快點來試吃一下 用的了 我之前不是說到他們是低脂健康的 因為他們只加水果和牛奶 沒有加牛油和蛋黃 所以更加健康 讓我先試一下 這個就是他們的檸檬青爐 我必食推薦 透心涼的 而且酸微微的 我真的覺得 雪糕是可以解製的 結果老闆給我試味的時候 我就說 嗯,就去去了 真是好吃 你看到 雪糕已經融了 所以我要快點吃 這個就是士多啤梨芝士 好味 它的芝士味很濃 那我直接試一個終極的 就是這個黑芒果 因為你看到很可愛 芒果一般都是黃色的 但是黑色 試試味有什麼不同 真是芒果 它是黑色的 但是吃出來是黑芒果味 果然是黑芒果 吃雪糕也很開心 你看看我 一個人吃 一個 兩個就知道了 很奇怪 我相信你們看我吃雪糕 也會很開心 對吧 融的了,我真的要吃 融的了 有時都很佩服少女們 堅持手機先吃這個打卡原則 就算雪糕正在融 也要先拍照 Miko到處看 原來已經開始找到 下一間台灣過江龍的 護原甜品店 聽說是由藍帶甜品師主理 看到這隻肥嘟嘟的豬仔 就知道這裡是走可愛風 是不是很有趣 你看看一個少年公仔 沒錯 我終於來到這一間 就是網上評分很高的甜品店 看到沒有 這邊有三款 就是這邊的特色 這個就是這邊的招牌 打鐵豆花 很有趣 他們每一個鐵盤都有一個笑臉 看到是不是很開心 打鐵豆花 裡面就有豆花 紅豆 珍珠 芋圓 還有自家製的芋泥 中間這款就厲害了 因為老闆娘是南大畢業的 所以這一款是用了法式的recipe 做的 焦糖法式布丁 讓我嘗嘗看看好不好吃 它上面還有一些焦糖 是脆脆的 它的布丁是很香奶香味 而且很滑 這是南大的味道 而最令我期待的就是這個 沒錯 就是這個GG系列 我在網上就第一眼給它吸引了 是不是很可愛呢 看看裡面有什麼配料 下面的底下是用草莓醬 做出來的草莓沙冰 帶點淡淡的草莓香 而且材料也很豐富 有寒天、胡軟和豆花 加上一些忌廉 小女生爆棚 我覺得吃甜品最重要就是開心 而且這個GG是季節限定 每個一段時間都會推出不同的新款 很適合女生和小朋友過來的 很多小朋友看起來都會很開心 我覺得如果你們想找一間 不錯的甜品店來打客戶 絕對可以來這邊試試 這裡的甜品全部看得又吃得 適合少女們 難怪雖然店長小小都經常逼滿人 Miko經常都說 吃甜品是有兩個位 真的沒錯 因為她又有新目標 她不只要試吃 還說要買回大馬做手信 這個就是我每次來澳門 一定會買的雪花行人片 超好吃的 讓我試吃是不是回憶中的味道 都還是這麼好吃 這個禮盒裝的牛肉特別棒 而且一口一口 吃下去超級方便 送禮當然要送大方得體又好吃 這個送人油脂是老字號 讓我想想買幾盒回去 好,就買一口 謝謝大家 澳門有不少隱藏版的特色咖啡 Miko說要跟大家做個大搜查 其中在關前街一帶 有一個以貓貓為主題的 原創產品市集 旅行有分兩種人 一種是屬於什麼都要計劃好 行程要很緊密的 另一種就是什麼都沒有計劃 隨機隨緣那種 我自己就是屬於猴姐 我自己去旅行的時候 很喜歡隨機地進入一間咖啡 打卡完之後 我就可以靜靜地 真的靜靜地 坐在那邊 即是放空幾個小時 看著街上的人 人來人旺 靜靜地思考一下人生 我覺得 現在都是人很缺少的me time Miko第一間介紹的咖啡 嚴格來說應該叫做文創館 事關這裡樓下一樓就賣咖啡 三層建築以前是白鐵工廠 經過澳門藝術家 將這間60年歷史的古建築 改造成為充滿復古風的咖啡 你可以買杯咖啡 走上二樓參觀 又有另一番風味 一上來就聞到很大的皮革味 二樓就是另一個小天地 專門買一些手工製的皮革品 那邊有些小飾物 另外也有一間小小的工作室 好可愛 這些皮革品一看到就很吸引我眼球 而且全部都很精緻 很考驗師傅的手工 太過分了 Miko又想買東西了 寶寶 寶寶, 這個漂亮嗎 Miko平時買東西的時候 很喜歡有些有趣的東西 好像有個笑臉 還是有些小花 像小花仔一樣 Miko平時去旅行的時候 看到有些有趣的東西都會忍不住 但是身為一個現良熟得 枝坑識見的好女孩的話 我們在有趣的面前 是要加一個實用的 實用又有趣的 就買吧 有用到的嘛 你看 是不是很有趣 這個是可以裝耳機的 你是香港裝耳機到處都可以買 不一樣的 你看看手工多精緻 可以留下回憶 旅行就要留下回憶 對吧 對 所以就買了 買了一百個 不是一百個 不是買給我自己 是買給朋友的 對吧 去旅行買東西給朋友 是會被人罵的 那三樓這邊就是專門古作衣服的地方 而且整條街都有很多古作店 看看價錢 一六八零 因為我平時很少買男裝 所以我不知道這件一六八零算貴還是便宜呢 我平時旅行的時候 也挺喜歡行行古作店 因為我覺得 裡面有很多小東西是很有趣的 而且古作衣服 穿上身特別出片 特別有一種味道 就好像尋寶那樣的感覺 你不知道你會找到什麼 但是你期待你會找到什麼 那我就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跟我說粉紅色咖啡 可疑不可求 那我就在澳門市區那邊 剛好就讓我看到外面的外場 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那我就被吸引進來 一進來 整幅粉紅色牆 一看到就知道是打卡咖啡 粉紅色不只女生喜歡 男生也喜歡粉紅色的 那這邊隨仔有賣輕食 還有一些煮食的 那附近就有兩間旅行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 那些同學妹妹 穿著讀書衣來這邊 吃一下東西 聊聊天 喝點茶 我旁邊還看到 有些同學在那裡 很勤力地溫習 但是呢 現在呢 只有我和你 不要緊 我都怕你餓了 所以我就叫了 這些這些這些 啊 還有個梳芙梨 給你吃啊 我幫你嘗嘗好不好吃 入口即化 好像我們的感情一樣 對不起啊,BB 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是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你看看 每個女生去到旅行 都會找一間漂亮的咖啡來打卡 澳門這邊呢 近年就有一間很出名 很多少女都特意來打卡 就像這間店 如果你沒有提早預約 真的很難有位 好像這個這麼漂亮的窗口位 我們也訂了很久 進來我殺國呢 這間店有百成都是女生顧客 而且呢 不只亞洲的麵紅 就連外國人都認識你 這邊也認識的 這邊呢 最有名的就是抹茶和哇夫 好了 那我先吃個鹹的 這個 雞胸肉牛角包哇夫 它旁邊呢 這邊有糖漿 但我先嘗嘗原味 就流心蛋黃來了 邪惡啊 被我摧殘到 我忘記了一件東西啊 這麼漂亮啊 我竟然忘記打卡 都很足料一下 如果早餐這樣吃一份呢 我覺得已經飽了 它的哇夫呢 還很脆口 脆脆的 本來呢 我覺得哇夫呢 和一些鹹食呢 是兩個世界的人來的 但是呢 配來配來真的好吃 配來這個馮糖糖漿 會是什麼感覺 但是我覺得挺特別的 就是它們用冰菜 因為我很少在外面 吃到會放冰菜的餐廳 我開始對這樣的搭配呢 偏見是沒有了的 因為裡面呢 有個煙肉 就配上這個馮糖糖漿呢 它們兩個就是 鹹甜鹹甜的 都挺好吃的 那其實這個窩夫呢 是牛角包來的 但是呢 它們用了機器來夾 就做到有一個窩夫的形狀 所以吃到口呢 是很香的牛油味 而且是酥脆酥脆的 這樣千層的感覺 好了 現在就試吃這個 賣相都挺吸引 那你們呢 看到它是青色 就以為它是抹茶 但其實呢 它是陪茶來的 它的窩夫真的做得很精彩 很出色 真的好吃 很脆邊 它這個是陪茶的霜 吃下去呢 其實不會到太甜 還帶點淡淡的茶香 它們的窩夫是真的做得很精彩的 就是放了這麼久 但是依然鬆脆 入口 但是霜呢 來說的話 我就覺得會偏甜一點 而且會比較膩 但是幸好它配上牛角包 這樣一起入口 就中和了 整件事就變得好很多 說明出名的抹茶 當然要試試它們的招牌 我本身對抹茶是真的有一點要求 因為房間有些抹茶是真的沖得很淡的 不錯 它們的抹茶是真的很濃 因為房間如果是冷的抹茶 它的冰溶了之後就會變得很淡很無味 但是呢 這個冰已經溶到七七八八 但是味道依然很濃 Miko健康小教室 你們知不知道喝得綠茶包會怎樣 會飽嗎 不是啊 會延年益十 長生健體 青春美麗 身體健康 這個就是日本人說的 接著我拔回來 那你們知不知道喝抹茶 其實一樣東西都很驚驚的 沒錯 就是和你吃麥魚飯是一樣的 我試試給你們看 看得青青沒有 和你們說的秘密 其實我很喜歡喝咖啡 因為可以喝三至四杯 來到澳門我也會打卡一下咖啡 那我就知道有間咖啡 它的天台 看澳門的景色是很棒的 讓我買杯飲料 和你們一起進去吧 一杯烏龍丁美食 那現在來澳門消費 就很方便的了 可以給電子支付 按進來 C3 是 就可以用港子支付 是不是很方便呢 小女心過後 明天最後一集 Miko巴士一日遊到澳門人候花園路環 寧靜環境 黑沙海灘玩水 Hersh海灘玩水 躲浮龍物 模仿蒸 皮静